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A course都是常规的对A course的理解 那么现在我再来讲一下A course里面的一些套路 A course我再讲一下 指的就是产出投入比 就是说看你投了多少 你出了多少 这个比率划不划算 再强调一下 打个比方说你掏了10美金 然后你烧掉10美金的广告 你来了100美金的销售 这个A course是10% 这个A course算是很棒的了 那么等过了你的A course 如果你烧了20刀 你出了100刀 那么这个就是A course20% 如果你烧了30刀 出了100刀 A course30% 这么一来的话呢 基本上那么你的这个 我在前面也讲过 市面上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 A course它的那个30%以及30%以下是合理的 是可以继续的 过了30%就不要做了 这是常规套路 那么我来跟大家讲一下非常规的套路 非常规的套路是什么呢 其实A course它的计算方式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你投了10美金 你出了100美金 这个A course10%好了 你差不多就是 就是10%的A course 好了 那么如果你投了100美金 你出了1000美金的销售 A course也是10% 有没有想过 虽然A course它都是10% 但是这个第一个10%和第二个10% 对你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在极端点 你投1000美金 然后呢你回来的销售是1万美金 比如说你今天花掉了1000美金的那个广告费 你的销售额是1万美金 那么同样A course也是10% 那么这样的效果就更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在计算A course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看一下 不要只看这个具体是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 你要仔细的去核算一下你的毛利是有多少 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 你才能知道哪一个阶段的A course是对你最高的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细节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刚开始的时候 你做亚马逊是肯定是 不是肯定了 或许需要刷上那么几单 尤其是对一些低货值的 尤其是对一些红海类的产品 比如说你说蓝牙耳机 或者是你做一些宠物用品 这些都算是比较热门的产品了 当这些比较热门的产品的时候 你是很难避免的要去刷几单的 那么当你很难避免你要去刷几单的时候 这个时候A course的作用就会显得尤其明显了 奇怪了这个刷单跟A course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它区别很大的 刷单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你找人帮你刷找刷单公司来刷 第二种方式是你自己刷 你自己去在什么Facebook的那个group里面 或者是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自己去刷 那么你刷单你是要把产品送给别人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还得给别人佣金的 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如果不给别人佣金 你不把产品送给别人 这个东西根本刷不动的 现在佣金挺贵 你刷一单要三刀五刀还有七刀的佣金 这是非常贵的一个东西 而且你不光是给别人三刀五刀七刀的佣金 你还得把那些产品送给他 这个就是贵上加贵了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观念把它转换一下 把它观念转换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不刷单 我把刷单的钱投去做广告 其实这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 为什么 第一点亚马逊他是非常非常鼓励你做广告 甚至他是非常非常欢迎你做广告的 那么你把你的钱用去做广告了 那么亚马逊是非常非常鼓励的 而且你的账号是会更加的安全 如果你把你的钱用去刷单好了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危险 而且你花的钱会更多 所以时候这个时候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A course它其实并不是唯一的 什么不是唯一的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常规来看A course当然是越低越好了 百分之十百分之五是最好的了 那么如果那个你的投入产出你的量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只盯着数据看了 你要单独分析某一个产品 比如说你花掉了两百刀的广告费 你总共出了那个一千刀就是百分之二十了 如果你花掉了三千刀的广告费你出了一万刀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仔细看了 不要只看它的那个百分之二十的这个A course了 你要仔细去算你的毛利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计算出你毛利的峰值 什么叫峰值最高部分最合理的部分 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的A course会大于百分之三十 所以大于百分之四十 实际上你那个钱那个时候赚的钱是最多的 比如说你的那个A course它是四千美金 我们就有学院 他A course它的每天的投入广告会超过一万美金 A course是四千美金 但是它的那个它的销售它的销售呢是一万美金 看起来A course是百分之四十 其实这个看起来是不划算的 但是它的产品利润非常高 它的产品利润又达到百分之六十了 那么这个时候所以做起来就非常合理的 所以说它A course的百分之四十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还鼓励它继续做 这是A course计算毛利峰值的一种方法 A course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地方 你可以通过广告去刷单 是不是通过广告去刷单 你把广告开得很大 把广告开得很大 你的A course到了百分之三十 比如说你的毛利率是百分之三十 你A course到了百分之三十 是不是就可以不做了 不是的 虽然平本 注意了 虽然是平本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不赚不亏 但是产生了一次真实的销售 甚至还有可能给你来下一个不错的review 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那么如果你A course到了百分之四十 你的毛利只有百分之三十 简单的说这个已经是亏本了 是不是马上就不做了 不一定的 那么如果你的A course到了百分之四十 你的毛利只有百分之三十 表面上看起来是亏了百分之十 但是如果你这是新品上架期间 新品上架期间你是需要找人帮你刷单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亏掉这百分之十 你再来对比一下刷单的费用 其实这百分之十的损失 将对于那些刷单的那个费用是便宜了很多很多 简单来说就是你在通过亚马逊帮你进行更有效的刷单 甚至到了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 刚开始新品上线的时候我就会核算一下 核算什么就是我A course的那个比率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 这个时候这是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是什么 这段期间我准备拿多少产品去刷单 我要付多少佣金 我的产品的货值是多少 我再来对比一下到底哪边更划算 很大程度上可能A course会更划算 注意了刷单和留下 review是两个概念 刷单有流平的有免平的 那么我建议大家就是通过这种刷单方式呢 最好不要流平价 流平价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流平价 那么刷单就刷单 刷单就刷自然流量 刷排名不要去流平 流平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流平 那么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一段呢 大家就应该可以明白了 其实A course它的计算方式 比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段更加的复杂 更加复杂 第一点就是A course 你不要单独只看一个A course的指标 你还要看你的利润平衡点在什么地方 你的利润最高峰的峰值在什么地方 取那个点 比如说那个点很有可能是35%或者40% 这个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定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什么 第二部分就是A course 在新品上限期间的时候 你在刷单的时候 你看看你刷单的费用是多少 然后呢你这A course 比较偏高 高出那部分的那个亏损 盖不盖得住这个 去刷单 如果通过广告A course 亏损那部分 比刷单的费用要低的话呢 我建议还是通过A course 这个增高来去刷单 这是一个A course 里面的一个套路 如果大家把这个套路完熟了 之后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刷单了 通过A course 就能给你带来很多的真实的订单 像这样一来的话呢 也非常符合亚马逊的原则 以及亚马逊也是 他也是希望你这么做的 这个就是A course的套路了 好了 这部分就到这里